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听听我们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会透过了不同的人生主题 一起来谈论着 如何用着更有智慧的方式 来解决这些的问题 而今天来跟大家谈谈的是 分工合作和独善其身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人的社会 就是要跟很多人 不同的面对和互动 尤其是要一起共事 不管是一起做分组的作业 一起在做工作的时候 总是要互相的协调 一起的合作 但是如果遇到了 很不喜欢的人 那要一起合作起来 哇有时候呢 就会非常的困难 到底我们要如何应对进退 然后也可以好好的完成 我们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或者是任务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也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 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持续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子容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像是我们人活在这个社会上面 我们每天要接触到的 其他的人事物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是不是我们在社会上面 我们必须得分工合作 不然呢 好像这个社会 没有办法来运行 毕竟我们每天 要面对到的事情 那么的多 很多事情 真的不是一个人 可以完成的呢 倒是 的确 你看我们每天 眼睛睁开 所有的东西 如果不是要跟别人 一起合作 进行 都要靠自己一个人完成 那这是什么生活 什么日子 对不对 那在山洞里面 也许没办法 一个人过活 但是你在红尘中 就是你 不管是 产品油盐酱素茶 还是什么样的课题 没有分工合作 自己要去完成 我觉得好像 在这个世界 好像比较不可能 因为 所有东西 我们都不是 每一项的专业 但是我们却需要 在生活中的 每一种专业 来滋润我们 来增长我们 各项的方便 所以专业 这必须要分工 没有分工的话 自己都来 这一生 可能也没办法 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要让自己 生活幸福美满 这个学会分工合作 我想这很重要 不管是学校 还是在工作 还是在社会中 都是要分工合作 能够掌握好 这个脉动的人 我想他是比较幸福的 如果还在摸索 还在感受着 这中间 一下子赢了 还是亏了 那就有可能 在生活里面 随着会产生 所谓心情的不好啊 或者是 什么样的一种牵动 让自己觉得不幸福 都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 一起合作的伙伴 到底跟自己合不合 不管是做事的步调啊 或者是在性格上面 合不合 其实真的 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像是呢 最直接的就是在 像是大学的时候 有很多的分组作业嘛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刚入学 还不太清楚 每个人的做事习惯 或者是个性 有的时候呢 尤其是大一的分组 常常都是随便乱分 那也不知道 这个人跟你合不合 什么的 但是呢 哇 一共是之下发现了 不管是他的做事 效率啊 或者是跟自己的思考逻辑 完完全全 不在同一条路上 将其做事 此来非常的困扰 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面对到了各种 不同的可能性啊 是 我记得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电影 好像叫女兵日记 还是什么 好像就说 这个女兵进去的时候 大家都是 你看到我不顺眼 我看你不顺眼 然后却要在一个这样团队里面 大家要运作的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的确这个电影的情节 就是这么样的精彩 他怎么样从大家都不能够 合在一起共事的这种开始 到最后他们每个人的这种感情啊 都是好像犹如一家人 兄弟姐妹一样 那这里面呢 不外乎就是在 可能情感的流露啊 或者是 这个个性的这种 互相的这种确认 或者是 一些习惯的一种包容也好 学习也好 各方面的交流也好 就是方方面面的 他如果真的能够在一个可能性的前提 或者是行进的团体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点 能够大家一起在某种目标上做可能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 要么就能够磨合 可以好好的一起共事 也有可能 因为东说东西说西 弄到最后呢 大家一盘闪杀一盘乱的也有可能 但是这里面呢 就很奇妙的呢 就说如果你是一个咖 他呢 就有可能可以在这里面呢 做可能性的整合 把大家可能性的这种目标 就会牵动到一致 但如果就大家的这个分量 剩量经验 或者是见解都不足的时候 也有可能就是 在相互的这种指责中 或者是谩骂里 徒增了很多的烦恼 但却没有解决这其中的问题 而产生了这个犹豫不前 整个团队可能就 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机会点 而让大家都没有办法能够发挥所长 也是一个课题 所以如果看了很多不同的例子 你还是会想说 那如果我可以扮演着像情节里面的那种角色 我是一个leader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 别人可以因为我的一种什么样的进步 或者是什么样的过于人的能力 而让别人可以慢慢的follow我的一个思维 而让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 大家都是赢家 那我想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人生经验 就是看每个人是不是够这个正量而已 是这样子 尤其是刚才导师所说到的 其实在跟人与人之间 不管是相处或者是合作 其实磨合真的非常的重要 但是发现这个磨合 其实也是非常需要技巧的 因为像是我们如果以自身来做一个出发点的话 都会觉得 别人应该要配合我做什么事情 我讲的这个观点才是对的 我的做法可能才是对的 但是磨合这件事情好像是双方 对不对 就是你可能也要修正你自己的点去 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完成 那别人当然也要来修正其他的一个点 然后让这件事情更加的圆满 所以磨合这件事情好像是双方的 不是只有你单纯磨别人 别人不能磨你而已 但是好像很多人也没办法搞清楚这一点 好像觉得别人必须得配合我 自己没有想要改变的这个意愿 所以我们看清楚了整个人的人生 其实可以跟人家互相共事 共好共融 这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讲是好事 而且是一种可能性多一点进步的机会 但是如果没有想通这一点 就可能像刚刚子红说 他总是希望去磨合人家 不喜欢人家互相的交流 对不对 但是长远来看像这样子的人 他可能进步也不大 或者是渐渐的就失去了他人生的真谛 或者是什么样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所以他可以在一时间可能逞强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表态 但并不代表他是永久的胜利 所以我经常在讲 还是一切都是结果论 人生的记忆在各种可能性的时期 不同发挥的主题下 其实最后这还是有成绩 还是让每一个人可能在哪一个方面 他的成长速度啊 深度啊 可能性的一种交代 在日后是不是就能够帮助我们 在人生中有了更正确的确认的自己 是什么样的一个强项啊 各种可能性的团体中的一种整合 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才能太强了 不管谁跟我们合作 他都好像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最后都会变成我们把它给包容了 然后这个吸附在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予议之下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一切我想还是 脱后跟功夫蛮重要的 但是会不会有一群人是 他就是自己可能已经吃了很多的亏 不管是在小的时候有什么样不好的经验 工作的时候有哪些不好的一些例子 所以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就是比较偏门的就是独善其身 就是好像呢 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 然后呢完完全全就是 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不需要太多跟人家的合作 但是独善其身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人世间当中是 有办法做到的吗 导师 在这个年头你说独善其身啊 那我想他可能要 有好几把刷子 是不是啊 独善其身 但是我想一切还是现实的 一切还是事实来说话 自己所谓的太过于独善其身 真的为自己带来的是福还是祸 这就得见仁见智 用时间来证明自己的这种抉择 到底怎么样才是对 但是在大数据来看 就是说能够共好共荣的人 他的生活会比较容易 各方面的目标比较容易达成 你说全部都是独善其身的 是他把什么样的一个议题完成了 在这个议题里面完成 OK的 但是人生里面还有多少议题 他不见得以题题都能够完成的时候 就有可能顾得了这边顾不了那边 所以在他整个人生的这个 overall来看的话 还是不圆满 那圆满与否 不是看单方面 他是看全盘 如果只是一方面好 其他东西都不佳的时候 整个人生来讲还是过不去 所以不管怎么看 共好共荣 能够跟别人好共事 能够大家互相交流 互相合作 互相帮忙 大家都是赢家的时候 我想这样子的可能性 才可以告诉自己 亲身不会浪费很多时间 在很多的议题上 让自己走了很多冤枉的路 我想是这样子 对感觉真的 不管是在做人处事 或者是真的在工作职场 甚至是在各种不同的家庭生活等等 好像真的要独善其身 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其实真的 在我们的一个群体当中 如何的分工合作 其实真的需要更多的智慧 如何双方面 或者是多方面的一个磨合 来完成一个事情 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有合作也需要分工 但是如何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有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社会上面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个工作当中 你要扮演的还不止一个角色 虽然说已经分工了 但是可能自己在身上的 也是有两三个角色 要如何一起好好的做到 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智慧 也倒是 的确 其实这里面它有主观客观的因素 如果整个大环境 它就没有让你有机会 大家分工的很得当 那你说要运转正常 是不是真能够这样子的如心所愿呢 那就见仁见智 那如果它一个单位呢 它就是这样子编制 大家都能够在合作的范畴中 来找到大家共同的出路 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让这个单位能够这样子 大家的互相理解 或者是帮忙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争议的情况下 大家都是赢家 我想这跟主事者也息息相关 跟这个所有的成员息息相关 那所有的成员 是不是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局 造成了让这个公司 行号一直是在赢的情况下 那我想这也是跟每个人 在他投入的单位中啊 未来的前途与否 也是息息相关 所以不管怎么看 我们不管是现阶段 还是近期中期远期 如果可以抓住机会 让当下的你 可以尽量的来做 可能性的相互互动中 求得大家最大的利益 或进步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 互动与成长 我想不管对自己 对别人来讲 都是好事 但是有的时候呢 对方他不动 那你也在等他 他也在等你的时候呢 所以这个时候 你等他永远不会动 那不如我们自己动 当然我们一开始觉得 为什么是我们动 那我们是吃亏的那一方 对不对 但是长远来看 因为我们先动 他配合 很有可能 如果我们的能力过急 就有可能 是我们是leader的那一方 如果我们能力不急 那也许吧 那可能要互相怎么样的磨合 怎么样的互相的一个 共争或交流 但是无论如何 我想我们 从年轻到老 如果随时随地 任何事情都是主动积极 而且认真负责 而且看到别人的一些 不管是好的或坏的 都当作我们的一面镜子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在学习中 别人可能要十年 才进步不到多少分数 我们可能一年三年 就已经达标了 因为我们是属于 一直在转动 把这个好事都转进来的人 我想这个受益者就是自己 所以大家应该来 以这个方向来 为人生的一个目标 也不要说这是老调重极 如果真的去做实验 你会看到真的是如此 是这样子 要如何呢 可以从 不管在一起共事啊 或者是在 做某一项的一个专案当中呢 可以变成了这样子一个 先行转动的人 然后呢 带领着其他 也可能想要独善其身 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 习惯跟人家一起 配合分工合作的人 如果呢 可以当那个领导者的话 可以带领着这个团队 带领着这个事件呢 往前迈进 感觉呢 也是还蛮不错的事情 但是要如何去做 这个转动的人呢 其实有的时候 也需要更多的智慧 和更多的方法哦 到底要如何在这个分工 和合作当中 取得了平衡 而且让这个事情呢 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发展 和更圆满的一个静定呢 我们先来听个歌曲了 稍微的休息一下 听到这一首音乐 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珍惜 在好听的音乐之后 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持续邀请到了 太阳升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咯 这一生许多精彩原意 都值得从此好好珍惜 不论是 不论是顺和你的轨迹 总看那 始终非凡天际 不论是顺和你的轨远 人生苦短 你我懂这道理 时时时刻刻真的要珍惜 珍惜能长年于天地 珍惜能在幸福的风游里 我愿珍惜那点滴在心里 品味着红尘幻花金彩西 珍惜这暮暮的岁月 我愿珍惜 珍惜此时此刻的天地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透过了不同的主题内容 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学习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志荣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 讲到了这个主题啊 就是分工合作的重要性了 其实呢 我们的人嘛 就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动物 不管是在我们做人处事 或者是我们在工作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等等 各个面向 真的好像没有办法呢 独善其身 那如何呢 好好的分工合作 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像是呢 我们在这个军事作战上面 我们都有听过一句话嘛 就是分境合集 要如何呢 团结大家 不管是每个人不同的智慧 或者是每个人不同会的专场 然后一起完成完美一件事情 其实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呢 可以善用大家 不同的一个智慧和力量 有可能呢 你是比较擅长 比如说 做每边的工作 或者是你比较擅长 去做简报的工作 其实每个人 好像在这个职场 或者在这个社会当中 其实都是一个 螺丝钉的角色 每个人会的地方 或者是专场都不一样 这样子凑合起来 哇 有的时候会让一件事情 运转的更加顺利耶 真的 我们其实 用心的想一想啊 你说你多专业 再怎么专业 那也是那一科而已 对不对 你说你是修车达人 在这个车子的修理上 没有人可以比你还厉害 但是除了这个领域以外 人生里面有多少领域 一天生活里面会遇到 各种可能不同的层面 所以修车厉害 但是在医疗上 可能就不是了 在金融上 可能就不是了 对不对 在原因上 可能就不是了 那自己会一科 但是还有那么多科 不是达人的时候 那我就必须要借用 别人的长才 来帮助我们 所以这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社会 互相合作的道理 但是你说现在 很多年前吧 我就在讲这件事 我说是一个讽刺 就是说一个黑心的厂商 在他的这个实户里面 添加了很多致命的添加物 他觉得没关系 这就是他的经济运作手法 这个商业模式 反正没人看到 所以他一直在这里面运作着 那他卖出去 他知道他自己不要吃就没事 但是如果当他这个逻辑 每个人都学会了 觉得我做这东西 我不要吃 我不要碰 我就不是受害者 所以当每个人 都是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那每个人都是受难者 对 因为大家是不是 都没有了这个共好共融 想说反正我做的 读不了我 给别人吃再说 那每个人都这个心态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没有安宁了 今天是我先害你 还是你先害我 那这个社会怎么过呢 所以有的时候当想清楚了 你就不会在 你会的领域里面 比如说去欺负人 或去占别人便宜 或做什么样不好的处理 让别人损失 其实所谓的 我们经常在讲的 己所不欲物事于人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在整个这样子一个生活圈 这种可能性的一种 组织架构里面 大家真的要用智慧去评断 而且教育自己 我们应该是共好共融呢 大家都能够 因为我们的努力 而让别人生活得更容易 生活得更美满 幸福快乐 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这世界就会更可爱 但如果大家不能够共好共融 像前面讲说 独善其身 谁也看不起 谁也不能够接受的时候 他自己过得最辛苦 而且整个社会 如果都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蛮可怕的 因为在这样子一个氛围中 大家不会进步 只会倒退 而倒退着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可能就是人间的一个劫难 或者是不是一个公为 来做正确的事的这种逻辑 所以正是如此的时候 我想我们应该要很小心谨慎的 与其希望别人先多付出 我们自己先付出 别人第一天看到第二天看到第三天的时候 他会有感觉 第四第五天他被你同化了 第六天第七天他开始正常了 第八天开始 他就变成一个正正常常 散散凉凉的人 他不会想要去占别人便宜 或者是投机取小 怎么样的去在人前是个样 人后是个样 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意义 传播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 大家都有共识 我想整个地球才是一件有福的事情 否则你说他很自私 然后他很奸诈 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 那最后产生的产物 就是把我们整得够呛的 所以避免自己也是受害者 不如自己就是处处让人家方便 处处让人家都安心的 接受着我们的这个 什么样的服务的提供 给人家方便 不求回报的 或者是在各种可能性的进行当中 我们都是很主动积极 想多给人家一点的那一位 所以渐渐的分工合作 我们不是计较的人 所以我们渐渐的磁场 吸引来的 也不会跟我们经济计较 那我们的生活就会 越来越宽广 越来越光明 幸福美满 但是要达到了这个 共好共融的目标 其实有的时候 可能要靠自己开始转动 要如何去带领其他的人 一起完成这样的任务 或者是完成这样子一个 比较远大一个目标 其实要从自己开始做起 但是可能很多人 没有办法齐门而入 可能自己原本也是一个 可能独善其身的人 或者是跟其他人合作 也是很困难的人 但他们知道了 他们也想要往这个好的目标 好的方向来迈进 但是好像有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达成 是不是要透过了 更多的方式 来做一个全方位的学习呢 我想这个学习很重要 因为每个课题 对于自己来讲都是新的 如果没有一个动力想学习 那你会看到这个也止步了 看到那个也止步了 那人生都不用学习的情况下 自己会变得比较可怜 而且在这种 21世纪这种知识爆炸的时候 如果自己没有一个心 想要求成长突破 在每一个可能性的环境中 抓住机会 把握着时机 能够让自己增长 而能够更加的 有好的成绩的话 我想这些东西 就是自己的抉择 见解 所以当我们可以有机会 都在吸收学习 而且同时 我们有这种样的一个信念 我们尽力地 竭尽所能地 把我们自己的所长 提供给我们身边的人 让他们方便 让他们能够自在 各方面都是加分 其实这最后会产生一个 善性的循环 我们所遇到的 然后渐渐什么样 我们自己都很难测到 什么事情发生的 那个机缘 有时候很奇怪 讲不清楚的 它就会好好的 绕到你身边 那也许这又是公理 天理 我们希望别人好 所以相对的 天地也希望我们好 所以当我们希望 别人好一分的时候 其实天地已经给我们十分了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我相信每个人知道 每个人都跃跃欲失 大家都是能够 互相共好 共荣的情况下 成就每一个人 最大的优点长处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殊荣 这样子来讲的话 对我们的社会 国家 世界才是好事一件 但是要如何去 迈向了这样子一个目标 如何真的用着非常多 圆融或者是一个好的方式 一起来共好共荣 然后来分工合作 其实真的要更有方式 像是在我们的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当中 其实也常常 跟大家来分享到了 其实有的时候 多多与其他人来合作 一起分享这些好的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 这种正面的循环 我觉得就是一个 共好共荣的一个能量 但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原来自己也是可以当成这个散发能量 散发这个善念的人 所以只能讲到这里 我就想到 其实人 他是需要有一次的成绩 然后慢慢的摸索 可能就走出原先 自己想要独善其身的这种氛围 他之前会有那样的想法 他一定有一个理由原因 也许是小时候什么样的机缘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何尝不可 让他现在开始尝试 人生的另一个新页面 如果因为我们的引导 我们的这个帮忙 或者是怎么样的 在整个情况下的一种境界提升 最后他成长 他毕竟也是我们团队中的一个人 也有可能是我们社会的一员 国家的一员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让你身边的人 他都可以好过 而且过的生活中 也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审缺很多麻烦 审缺很多 他原先的不安 或者是在进行的过程中 自己又看不出 他人生的意义价值在哪里 我想这样子 原先可能是看不到自己 为何而来 在今生到底什么是一个 起点的开始 以及终点的结束 各方面的想法 可能都是一下吃起比落 但是因为自己愿意的付出 学习成长突破 在跟着可能性的 因缘的团队中 来做共事的结果里 就看到自己殊胜的成绩 又因为这样子鼓励了自己 有多加了很多的信心 所以相辅相成 在这种散性循环下 最后自己的成就与答案 其实会再看到来迟路 会非常的感动 自己竟然进步了这么多 我想这些都是在 做中学学中 所在进展的过程中 给自己很好的期许 最后他不但自己成长了 在一段时间再回来看 其实在原先的初阶 到后来的高阶 以及怎么样的研究的一种 这个殊胜 当初也许 明明自己没有想到 有这样子一天 但是只要愿意 有什么不可以 就只要能够进步一次 就可以进步每一次 那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我想这是人生的财富 所以我们一起共鸣 是 没错 哇感觉呢 为了成就一件事情 就自己转动了起来 也带领了其他人 一起转动 没想到呢 哇这样子一路上回头看 没想到自己真的是 成长进步的那么多 不过呢 如何真的好好的 透过了一个好的方式 让自己呢 可以有着这样子一个能量 往前迈进 而且呢 是带领着大家 一起往前迈进 达到这样子一个 共好共融的一个世界 其实呢 有的时候啊 需要更多的方式 像是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当中 也透过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带着大家一同来学习 让我们自己来自我成长之外 也可以呢 透过了一个好的方法 一个良心的循环 让我们这个世界呢 一起更加的往前进步哦 所以呢 也欢迎大家 如果有兴趣 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上网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另外还有脸书粉丝团 同时呢 我们在手机当中 也会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梦想舞台手机APP 在当中呢 也会有最新消息 还有好听的歌曲咯 如果大家也要想要 把握了学习的机会 让我们呢 可以在团体当中 也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进步 其实在我们的全世界各地 都会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这个精英会当中 我们会一同来分享 导读到的是 太阳声德导师的著作书籍 而且还有学员们 彼此分享的时间 就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呢 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学习成长 不过因为在我们全世界各地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 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APP当中 来询问客服人员 来找到了大家最适合参加的 精英会时间地点 那如果大家对于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或者是精英会 有任何的问题 要想要来询问的话 也欢迎大家呢 先把电话抄写起来 在一般的上班时间 拨打电话来到了台北 这边来询问咯 我们台北的电话是 零二五五九九五四三九 台北的咨询电话是零二五五九九五四三九 就邀请大家呢 一起来进步成长 让我们呢 可以带着这个世界呢 一起往好的方向来迈进 在我们的分工 合作的一个路上呢 也可以更加的顺利了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再次的感恩太阳生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感恩导师 谢谢子蓉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阳生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也欢迎大家咯 透过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都可以一起来进行超码的学习 那上次呢 我们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除了会在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 会在正升台北调平台 F104.1 为大家进行播出之外 另外呢 也会在Podcast当中呢 有着所有的节目内容的呈现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 播客Podcast当中 来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听到我们先前所有的内容 一起透过了声音 一起来做学习 一起来做分享了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 同样是来自太阳生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叫做珍惜这出戏 在音乐之后呢 也要先跟大家 大家先说声再会咯 我们在下周六中午的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在座学习成长 我是子蓉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会咯 拜拜 当太阳升起 我心欢喜 当台下满天 我心清理 切开阴晴圆圈的轨迹 不论 不论聚散 不论聚散 更珍惜 更珍惜 是世界在心不无力 小红尘的轨迹 一梦醒来 是潮汐 愿家平凡天地 愿家平凡天地 化作奇迹 珍惜春暮暮的岁月痕迹 这心自是此刻的天地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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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